跟贝贝聊天 看到港股年跌三天后就反弹了 但好像成交未能够配合 大家在看外围的一些情况 一来就是俄乌局势 俄罗斯方面就说 已经由乌克兰边境部分撤军 但北约又警告 其实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是增兵的 大家怎样看 究竟对这件事的担忧还在吗 另一方面就是联署局的会议计记录 暗示短期可以加息 但缩表争议仍是大 你怎样看市况对消息解读 短期二万五亿亦仍是阻力 是否再上升的空间也有点比较小呢? 是的 我一段时间没有上来 可能大家都要在其他平台看我的节目 但我最近也说过 就算是新年假期前 我都说二万五应该有点阻力 结果有回吐 然后假期后曾经上升到二五零五零 然后也是回吐 所以暂时的判断和我们的预期是非常接近的 好了,我是没有改变的看法的 当然了,刚才一拋了两个问题出来 第一是说联署局的议息声明 第二就是说俄乌的问题 两个都是大主题 如果要说可以说很长 但是总简单来说 虽然你说昨天的议息的记录不算太鹰派 我再调一句 其实他已经说明了 是有机会慢慢大幅加息 说明了 应该这么说 未来短期会加息 还有是有机会在稍后 是大幅度是减少资产负债表 其实都很英的了 不过 因为大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你想想 当大家都预期三月份 可能会加0.2.5至0.5 那应该是加息幅度来说 以一次性来说 算是最多的了 好了 今年可能会加五六七次息 那你要留意 由三月份开始计起 今年其实只有七次会议 就是最尽就是加七次息 那就是简单来说 无论从第一次加息的幅度 和今年的加息的密度 市场某个程度上 都已经反映了一个最极端的情况 所以他就算怎么说 你都不觉得他应助 那这件事是好事来的 那当这件事都反映了的话 那自然不会带动 短期 不会带动市场有很大的压力 但反过来 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只是说 一些负面消息 初步消化了 那这件事 就很难带动市场大升